现在环保出行 以后 无碳出行 骑自行车了 接小孩也骑自行车了 我这车放在阳台上吃灰 吃了好几年了 以前特别喜欢骑这种3D车 但是后来有了小孩就没办法骑了 但是现在我决定 以后接送小孩就骑自行车了 就不开车了 所以在这个自行车店 装一个后面的婴儿的后座 其实也是因为大的小孩 现在读小学了 到时候读小学就在家门口 他妈以后直接走路送他就好了 大概200米 小的那个小孩继续读幼儿园也比较远 我到时候就骑自行车 每天接送他就好了 就不用再开车了 有节省油钱 另外有环保 这个是这个是衣架 我先装衣架 然后再装那个座椅 这个是生种的 哦 还搞得很复杂 不是 因为那个没有房的位置 之前娃娃装苏果 要必须有一个衣架 开装的 你上次说你给我又回家 真稳当点 在娃娃 你上哪车吧 我们给我们来给你转 他说想转个座椅 座椅 座椅 我还按一个支撑的 好吧我可以先把座椅按了 才撑得起 那个螺丝还在这个盘子里面找 螺丝帽找的 哦还找 找螺丝 这个是传统收工一样 现在一般都不照螺丝 现在都是标准的直接装上这脚后 这种都是销的时候看到被一个高晶车的这种 照螺丝 好 现在装好了 这个座椅 有小孩长大了可以把这些 这些 这个可以取了 还可以做 再加了一个脚架 装了一个铃铛 总共180 老板不讲价 一口价 非常强硬 好好好 谢谢 这就是骑自行车回家的路 怎么样 爽吧 小孩坐在后面 刚开始还有一点害怕 中国小学放学的场面 全是学生跟家长 不过这一步应该以后会 越来越难见到 因为现在小孩越来越少 时间过得很快 一晃 女儿都已经幼儿园毕业了 马上读小学了 所以 一种紧迫感由当而生的 还是这种老小区有烟火器 你看那个墙上 都是那种在 在那个乡亲的 居然有一个82岁的 82岁都在找对象 哦 他月收入也有4800 月收入4800 4.8K 上面是男的下面是美的 直接配对 好多20多的 28 忙的一些都 22的都有 我目前所在的一珠海 在珠海找不到男朋友 还跑到程度来找 都不容易啊 这是他们的文化广场 幼儿园就在旁边 待会就在这里 是毕业表演 没有啊 没有啊 哎 我们都毕业了 马上住小学了 大家好 我是杰子哥哥 大家好 我是孟乔老师 六月的希望 六月的花 运行 重下业支付的毕业典 大妈的花 小小小小小小 citizen 然后我接下来是 我们 韩国韩和妈妈 面酱的那个 现在该我上场 然后它我有 接下来项目走来的是李晓晓一家 李晓晓穿着白色的公主裙 笑容灿烂不拔清淡的项目走来啦 马上上台了 现在又上去呼隆两下了 这个同学是学过芭蕾的 可以这样考跌了吗 毕业了毕业了 小孩哭得稀里哗啦的 现在小孩一天天长大 出国移民对我们家来说也是越来越紧迫了 特别是目前的形势 所以说在评论区经常看见有朋友 特别是海外朋友在说 像你们家的情况建议你们 小孩到了读大学的时候 直接到国外来读大学 然后再获取移民的身份 然后再申请父母来 这是最容易的 你们作为父母也是最轻松的 因为现在的话 以我们家的情况 我们带着小孩到海外去移民 特别是欧美国家 这个生活成本是很高的 生活的压力是很大的 实际上我也想这样子 确实现在最近看到一条新闻 就是特朗普最近发出了一条让人颇感意外的提议 要给美国大学的外籍毕业生发放绿卡 这个消息相信在想移民的群体里面也是非常轰动 是特朗普接受一个博客节目 all in的访谈的时候说 美国需要合法的保留更多科技人才 这对科技也非常重要 破天荒表示当选第一天解决这个问题 并且说 如果你从美国大学毕业 我认为作为文凭的一部分 你应该自动获得绿卡 以便留在这个国家 并且还包括大专 只要是从美国大学毕业 不管读四年还是读两年 都能获得美国绿卡 这个消息如果是能成真的话 那要获得美国的身份也太容易了 你在美国读个大学就要拿绿卡 那美国大学不是要挤报 你想一想就觉得这完全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美国的移民法有规定 你通过技术来移民 有什么样的条件 这个是法律规定的 李川普不能说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你除非是通过新的法案 即使你有本事通过新的法案 按他的说法的话 美国要的是高技术人才 那显然不是一个大专生 也显然不是一个学文科的一个外籍学生 所以说你要在美国真正通过读大学 然后留下来的话 实际上网坎越来越高也越来越难 实际上从现在中国留学生 在美国大学毕业了以后找工作 能要获得签证也是越来越难了 要抽签 抽签的成功力也越来越低 即使比如说我的小孩足够优秀 我以后在美国读的是高科技的理工科 他以后能不能成功的移民 可以说是越来越难的 因为最近我看到一个消息 是美国副国卿讲的 现在美国虽然欢迎中国学生到美国来留学 但是仅希望他们是读的人文专业 而不是读到科学专业 这是赴国务卿讲的 他说要限制中国学生去学一些高科技的 敏感性的这种专业 是处于国家安全的考虑 虽然明明说你就是他的敌国 他说现在美国本土学生普遍不愿意去学什么科学 技术工程数学 所以说美国希望招收更多的国际学生来从事这些专业 但是是希望是从印度招收学生 因为印度正在逐渐成为美国重要的合作伙伴 而不是中国 也就是说把中国是排除在外了 你中国学生再优秀 人家对你越怀疑 是吧 从最近还有一则新闻 中国日报报导 四名赴美留学参加学术会议的中国学生 被美方盘查遣返 当事人都是理工科背景 并且都是跟人工智能相关 也就是现在中美竞争最激烈的领域 美国CBP 就是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执法人员 将世人带到小黑屋 盘查了十几个小时 对个人情况 家庭情况 是否 什么党员 所有的情况都在进行盘查 特别关注的就是他的政治背景 以及计算机相关研究背景 最后统统遣返 并且今年以来 已经遣返了三十多个中国的留学生 并且都是跟计算机相关专业有关的 绝大多数都是硕博研究生 也就是说都是高端人才 并且都来自于美国知名名校研究方向 都是最前缘尖端的专业 包括人工智能信息科学 网络科技电器软件工程 电子信息工程 也就是说在美国容易留下来的专业 一网打尽都不让你中国人去了 也就是说你要走这条路 你成功率有多高 我觉得是微乎其微的 并且从目前形势来看的话 对中国的围堵 基本上是已经是显而易见的 连香港都牵连进去了 最近看到消息 还让我非常的吃惊 因为大家现在都在想拿到香港的身份 但是现在欧盟已经要取消 香港人到欧盟的免签地位 从明年开始 也就是说香港护照那个含金量 越来越等同于大陆护照 那你现在拿个香港护照 到底有多大的价值 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问题 所以这种消息 现在每天建筑报端越来越多 这让我们很明确的感觉到 现在真的是越来越难了 要移民越来越难了 这个非常的紧迫 特别是要我要带着小孩移民 确实也面临着很多问题 首先国内有很多问题 我要一夜的处理 短期内又走不了 但是心里面又确实非常的焦急 因为再拖下去 有可能还真走不了了 因为目前的形势来说 你现在走不了以后 可能就是真是关起门来 自己玩自己了 但是没办法 没办法 现在只有 只有一步步来吧 好 这期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